好,请看一下立题五 立题五要求根号A的近似值 请看一下第一个题目 叫做根号7介于哪两个连续整数之间 我们可以这样想 什么叫根号7呢 根号7就是有一个正方形 它的面积是7 那它的边长就叫做根号7 好,那我可不可以找到两个 其他两个正方形 其中一个正方形的面积比它小 另外一个正方形的面积比它大 那这两个比它小的边长 比它小的正方形 跟比它大的正方形 它的边长都是整数的 我们可以这样想 既然它边长是整数的 那我们就从边长来看 如果边长是1 1乘以1,等于1 如果边长是2 2乘以2呢,等于4 如果边长是3 3乘以3等于9 边长是4 4乘以4等于16 边长是5 5乘以5呢,等于25 点点点 老师问大家 左边这个1乘以1 这个叫做边长 1乘以1 2乘以2 这边这1,2,3,4,5呢 就是正方形的边长 右边的1,4,9,16,25呢 这是正方形的面积 好了,那老师问大家 这个正方形面积是7 7介于哪两个这个数字之间呢 这时候你就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7呢 介于面积是4跟面积是9 这两个之间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比7小的正方形 面积如果是4的话 它的边长是2 比7大的这个正方形 面积是9的话 它的边长是3 也就是说 这个根号7 就介于2跟3之间 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发现 根号7就介于2跟3之间 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呢 当然有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要求这个根号7 你就注意看 这个根号7 根号里面这个7 这个数字 在它的两边呢 找完全平方数 1乘以1 1的平方 1 2 2 4 3 3 9 所以这个7呢 就会介于2的2次方 和3的2次方之间 2 2 4嘛 3 3 9嘛 那7就介于 这个4跟9之间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请注意一下 我们再做一个动作 就这一题的答案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你把这个呢 每一个都加上根号 根号2的2次方 根号7跟根号3的2次方 那这时候你就发现 根号2的2次方就是2 根号3的2次方就是3 所以呢 根号7就会介于2跟3之间 也就是我们就知道 这根号7就是2点多的意思 好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怎么办呢 根号23大约是多少 这里呢 我们先专注看一下根号里面这个23 在23的两边呢 找两个完全平方数 1乘以1 1得1 2 2 4 3 3 9 4 4 16 5 5 25 那就知道了哦 4 4 16 5 5 25 所以呢 也就是说23呢 就会介于4的平方 跟5的平方之间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每一个呢 都加上根号 每一个都加上根号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根号4的平方就是4 根号5的平方就是5 那所以呢 根号23呢 就会介于4跟5之间 那它大约就是4点多的意思 介于4跟5之间嘛 所以根号23大约 我们在数学上呢 这个叫等号 如果等号上下各加一个点呢 这叫做大约等于 大约等于多少呢 大约等于4点多 4点多 这样 大约等于4点多 好 右边的笔记栏 请你拿出你的计算机或手机 要求出根号2 根号3跟根号5 那这个有些计算机 是先按2再按根号 有些手机呢 是先按根号再按2 这个就看你的计算机 跟手机是用哪一种类型 那我们算出来之后呢 根号2大约 大约等于1.414 这个有时候 有些同学会这样子记 就是意思意思 大约 意思意思 那你再算根号3 根号3大约多少呢 根号3大约1.732 后面当然还有啦 那这个有些同学呢 就会说 这个叫做1732 1.732 好 那根号5大约多少呢 根号5大约2.236 2.236 那这个你如果要记的话 你自己用一个好记的方法 也是可以的 有些同学会有一个疑问 他说老师 根号2的平方多少 就是2 那有些同学问说 老师那1.414的平方 会是2吗 会等于2吗 来老师跟大家讲 1.414平方 你想想看 你直接乘1.414 乘以1.414 他绝对不会是2 他只是大约等于2 他不会是2 不会刚刚好是2 所以呢 1.414是他的近视值 他这是近视值 他不是刚好是根号2 那你说老师 根号2到底是多少 小数点后面有几位 无限多位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1.414呢 是根号2的一个近视值 只是近视而已 不是刚刚好是根号2 好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